受到台美颱风外围环流 加上东北激风的影响 宜兰地区大雨下个不停传出淹水灾情 台七线牛豆路段 在清晨5点多边波摊坊 商关单位持续地抢通 而在壮围乡不少农田被大水淹没 蓝阳市也暴涨 不街乡有地下道寒冻积水 水深到小腿路的高度 还有车辆响应床 在罗洞公园周遭道路也一路积水 有骑士直接掉头 大雨狂炸宜兰市区 路面一片积水 骑士们凌晨落塘机 这起大雨从24号开始下起 傍晚罗洞运动公园周遭 还因为雨水宣泄不及 倒入积沉滩 水淹半个轮胎高 有骑士决定一闯缓慢通过 但也有骑士见状不堵了 马上掉头离开 像昨天这样雨这么大 可能它一时之间排不了 还好25号一早 积水慢慢退去 但大雨仍让蓝阳溪 溪水暴涨 蓝阳溪下游水位上升 滚滚溪水奔腾 声势惊人 壮卫乡美福村多处农田 被雨水淹没 水位瞬间升高 几乎快溢流到路面 周立在农田中间的透天明宅 有如水上房子般 武建乡文新路地下道寒洞 同样淹起水来 水深及小腿肚甚至膝盖 远景手拎着掉落的车牌 缓慢涉水通过 地下道依然处于封闭状态 不止市区有状况 山区台七线93.1K牛豆路段 清晨5点受到大雨侵袭 边坡土石摊坊 随即阻断双向交通 大型机具马上斗场 清理抢修 带边坡稳定 再开放通行 也提醒民众外出 留意自身安全 记者张凯婷 伊兰报导 早 谢谢大家